大家好,我是Dan 首先对昨天发布的影片造成的困扰 真心的向大家道歉 从3月18号开始 因为是孩子们的春假 我和家人来到了美国东部 预计可能没有时间制作新影片 所以我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做好影片准备 并设定了春假期间的自动发布 遗憾的是 因为我是一个人处理上传影片 预约发布等后台工作 所以未能及时审核影片内容 并调整自动播放的行程 特别是昨天发布的影片 它是2月13号上传后就设定好的 导致影片内容标题还是缩图 都不适合于现在的时间点 早上起床看到标题后 我也慌张的马上下架了影片 对不起大家 制作影片的时候 我一直担心我说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人 因此我努力想要将真正的韩国反应 接受给大家 甚至在开始做影片一年多以后 我几乎都不在影片中 表达自己对正音话题的看法 当然有时会因为不当的用词 还是会导致误解 我制作影片的初衷 一直都是想要尽可能的提供 中立和客观的资讯给大家 从来都没有想要过带风向 或是试图改变舆论 只希望大家能够相信这一点 以后我会更加小心 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 并努力制造更负责任的影片 对于给大家造成的不便和困扰 我再次表示真诚的道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